1月28日消息 I股盘中 新能源汽车龙头比亚迪盘中大跌超8% 219.76元每股 总市值跌破6400亿元 财经天下周刊发现 在2021年10月底比亚迪股价 达创新高的333.33元每股后 开启一轮震荡走跌的行情 近三个月 比亚迪股价跌幅超35% 市值蒸发超过3300亿元 消息面上看 隔夜每股 全球新能源龙头特斯拉 股价大跌超11.55% 报829.1美元每股 总市值8330亿美元 单日市值蒸发1068亿美元 但另一方面 在比亚迪公布 2021年12月 创历史新高的产销数据后 知名机构申万红元 国泰军安 天丰证券和星夜证券 华西证券等喊出增持 买入的口号